首先欢迎各位同学来到我们青春教育网上的一个VIP免费试听课 然后我是本节课的一个主讲老师 我叫自由 我们同学问今天讲什么内容 是不是 我们今天是爬去一个美剧网站的一个电影视频内容 就有同学想看爬电影 对不对 我们今天也给大家带来这么一个案例 其次的话 这一个案例的话 说出来可能说大家觉得 老师是真的是有这么高的一个薪资吗 25到30K的一个 爬虫工程师的一个面试试题 我告诉你 这个是真的 是因为是我们的之前一个VIP学员 他去面试的一个试题 他是面试的试题 就是爬了这个网站 不过的话 他是在国外 所以说 我觉得是挺简单的 我们老师也觉得这个案例还是比较简单的 所以说我们今天也给大家讲一下 像你们平时的话 有时候可能说面试的一些试题 也可以给大家去讲一讲 也提前去了解一下 OK吧 然后的话 我们今天所使用的一些环境的话 是Python 3.8的一个解释器 编辑器适用的拍卡 模块的使用 主要就是这两个 非常简单 没有什么特别的一些模块 主要是request模块和 阿姨正泽表达式 你看这两个模块的话 你就知道 今天这个案例 其实难度的话 不会很大 不会很大 好吧 然后听课的话 给大家听课前的话 有三个小建议 第一个不要跟着老师敲代码 先听思路 课后找木之老师去领取本杰克的路波 然后再去写代码 第二个就是对于本杰克所讲解的内容知识点 有哪一行代码不清楚的话 你可以直接在公屏上面问 好吧 第三个的话就是不要找退课堂 找退课堂的话 第一个你会听到一半 思路中断了 而且你听直播有问题是可以给你解答的 你看路波 有问题是没有人会给你解答的 好吧 这是前面给大家说的三个听课建议 然后呢 本杰克首先问一下各位同学的一个学习情况 如果说你是零基础学员的话 零基础同学给老师扣个零 有基础的同学给老师扣个一 看一下各位同学的一个学习情况 根据大家的一个情况来调节本杰克所讲课的一个速度 如果说零基础同学比较多的话 那我们这节课讲课的话就会讲得慢一点 还是有挺多 0.2 0.2的话是什么 0.2是因为刚会安装Python 安装了Python环境 然后会安装模块吗 是0.2 什么是零基础 如果说你没有写过爬虫 如果你没有写过爬虫 写过爬虫 不了解爬虫 都算零基础 或者说其实基础语法没学过的话都算 有基础的话就相当于 你自己平时有自己写过 平时自己有写过爬虫案例的 这相当于有一些基础了 那大多数同学还是零基础的一个阶段 那我们本节课的话就给大家讲得慢一点 那没写过没写成功的 没写成功的那就是说明你也是基础不打低嘛 是不是 好吧 那我们就讲慢一点点 那本节课的话我们先讲思路 先讲思路 先讲我们的一个思路 像我们爬虫思路的话 它也是最简单的 是分为两个大块的 第一块内容 这个是比较重要的 认真听啊 是我们数据来源的一个分析 来源的一个分析 就是分析我们想要的数据内容 分析我们想要的 数据内容 是来自于哪里 来自于哪里 对在哪个地方可以得到我们想要的 我们今天要爬的话 是这一个美军网站的一个视频内容 那这个网站的话我可以先发给大家去看一下 这个网站可以先发给大家去看一下 主要是爬到这个网站 那爬网站的数据 要去找 去知 想要知道它的数据是从哪里来的话 我们都是通过什么呢 通过开发者工具 去抓包分析 找到我们相应的一些数据源 是从哪里来的 其实我们这个数据的话 你在这个页面上面 你也可以看到它相关的一些内容啊 百度M3U8 说明我们想要的这些数据内容的话 它是一个M3U8的一个视频格式 那有些同学就会问 哎老师什么是M3U8的一个视频格式啊 这里也给大家写了 就M3U8的视频格式的话 就是将一段视频内容 就切成无数个小段 然后这几个小段的话 都是一个TS格式的一个文件内容 我用PDF给大家看吧 因为PDF的话可以放大给大家看 哎在这里 放大一点点 放大一点点 是不是 它就是将一个整体的一个视频 会分成无数个小段 然后这个小段就是 TS的一些格式 就是我们的一个视频文端 一段一段的 在网站上面进行播放的 所以说当我们知道 这一个网站的一个数据 是什么样子的之后的话 哎那直接去抓包 直接去抓包 是吧 用什么工具抓包呢 开发者工具啊 鼠标右键点击检查 选择这一个network 哎这个东西 就是我们所说的一个 开发者工具 这一个整体 就是我们所说的开发工具 然后这个network的话 它是一个网络面板 网络面板 也就是我们常说的 一个抓包的地方 抓包的一个地方 就是这个network 前面没有听过 有点懵 不要懵 先听思路 先听思路 思路我相信 每个同学应该都是能听懂的 好吧 然后我们打开这个工具之后呢 刷新一下这个网站 刷新之后 它就会有相应的一些数据 给我们加载出来 你也看到了 哎同学 是不是看到这里 有很多的一些 ts的文件 就不断的加载出来 像这个ts的文件的话 它其实就是什么呢 就是我们视频里面的一个片段 我先给它暂停一下 先给它暂停一下 暂停一下 那这里面的片段的话 哎 这些都是一个二进制的一个数据内容 我们可以把这一个链接复制一下 在一个新的浏览器窗口给它打开 复制暂停 然后呢 它会给我们下载一个URL地址 下载一个文件 这个ts文件的话 它其实就是视频片段 这只有一段内容 我可以给大家放一下 看一下 来我们播放一下 对不对 是不是就这 就只有几秒 一秒钟啊 只有一秒钟的一个时间 对不对 其实它都是 只是属于一个视频片段 然后我们整个视频的话 一共有22分钟 它就把这整个视频 就分为很多很多个小段 你看这里已经有 有好几十个了 是不是 爱奇艺也是这样抓吗 貌似有加密 有加密的话 那你就去解密啊 有加密就解密啊 因为可见即可爬 你要去爬数据的话 也是这么去分析啊 腾讯课堂 不 配 腾讯视频啊 腾讯视频也是这样的一个视频格式 也是M3-8 你也可以按照这种方式去采集数据 好吧 那我们知道了 我们想要的数据 它是分为了很多很多个一个小片段 那我们就要去找它的一个M3-U8的一个地址 你可以干嘛呢 你可以直接在开发者工具里面搜索一个M3-U8 M3-U8 这个是怎么出来的呢 诶 请同学说 诶 老师你这个框框是怎么点出来 有点快 我没看懂 是吧 是点这一个放大镜的一个样子 一个search 点击一下 然后输入我们想要搜索的东西 回车一下 回车之后呢 它就会给我们返回相应的一些数据内容 返回一些相应的数据包 然后这里是不是有一个M3-U8的一个URL地址 这个URL地址的话 其实就是什么呢 就是我们包含了我们所有的一些片段内容 像我们刚刚所看到的那些 这些TS文件都在这个里面 都在这里 发现没有 是不是 在这个URL里面就都有我们想要的一些数据内容 都有了 这就是我们去分析数据 一步一步去找 当然有些时候的话 你搜M3-U8是搜不到的 那怎么去搜呢 我教你一个方法 教你另外一种方法 就是我们复制 复制这个TSURL里面的一段参数 就复制前面这一段 就复制这一段参数 在我们的这个开发者工具里面进行搜索 复制一下 然后进行一个搜索 回车 他也能找到 我们这一个M3-U8的一个URL地址 是来自于哪里 那我们点击之后的话 就可以看到 我们想要的一些数据内容 都是来自这里吧 来我们看一下 他一共分为了多少个片段 从000开始的 一直到我们的一个 一共是181 从0到181的话 一共是182个片段 他所有整个视频内容 就分为了128个视频片段 放在这个里面 对不对 那我只需要干嘛呢 我只需要把每一个片段内容 给他下载下来 然后给他合成为一个 整体的视频内容 那我就可以对于 这一个 这个电影 这一个片段 这一个视频内容 我就给他爬下来了 就这个电影 是不是 我们的一个 写的一个思路 就是这么样子的 那还有一个东西 就是 那我们这个M3-U8的一个URL地址 我们可以去哪里得到呢 同样的一个操作 我们可以选择复制 这个M3-U8的前面这一段参数 在开发者工具里面进行搜索 我们就知道 他这个URL地址 从哪里来的 就是来自于这里 在这里面 发现没有 它是有一个超清的一个URL 超清的一个URL地址 像这个的话 就是我们想要的 我们想要的数据内容 想要的视频地址 视频地址吧 你可以这么去理解 视频地址 这个就是我们想要的 然后我们对于 是哪一个URL地址发送请求呢 就是这一个Headers 在看这个Headers的话 我们知道数据从哪里来了之后 我们还需要看什么呢 看它的一个Headers 看Headers的原因是因为 我们要确定一下 我们所发送请求的一个URL地址是什么 这是我们要发送请求的一个URL地址 发送请求的URL地址 然后这个GET的话 是我们要注意的 发送请求的一个参数 发送请求的 方式啊 不是参数 是方式 然后下面的话 有一个什么呢 视频格式都是这样子吗 并不是所有的都是这样子哦 并不是所有的 只是说根据特定的网站 它有不一样的 像A站的话 它是这样子的 像腾讯视频也是这样子的 像腾讯课堂 它也是这样子的 它也是这个样子的 好吧 然后的话 我们就可以干嘛呢 我们已经分析得到了 对不对 那我们接下来 就给它先爬这一个 先爬这一个 视频内容 然后爬完这一个的话 我再教大家 怎么把这一季度的视频内容 全部爬下来 我们一步一步来 一步一步来 好不好 这就是我们去分析的一个过程 就是通过我们的一个 开发者工具 进行一个抓包分析 进行抓包分析 去找数据的一个来源 我们想要的一个数据来源 对不对 那第二个步骤呢 第二个步骤就是我们代码实现的一个过程 像我们Python爬虫 它的一个实现过程 主要是分为四个步骤 通用的四个步骤 哪四个呢 就是第一个 是我们的一个发送请求 到我们的一个获取数据 然后再到解析数据 最后是保存数据 主要是分为这四个步骤 四个步骤 那具体的四个步骤 要做的是什么呢 首先第一个发送请求 我们是对于什么 是对于我们刚刚所找到的 这一个数据包 找到的这一个URL地址 这一个 对于这一个URL地址 发送一个请求 这个URL地址 我就直接放在这里 这个URL地址 发送一个请求 然后第二步的话 就是获取数据 获取的是服务器返回的响应数据 那有些同学问问 老师响应数据是什么 什么是服务器返回的一个响应数据 也就是我们刚刚所看到的这个Response 我们所看到的这个Response的话 它就是服务器返回的一个响应数据 这一个 就是服务器返回的响应数据 那我们现在所看到的话 一般是属于一个文本数据 所看的话 应该是一个文本的一个数据 都是这几个步骤 所有的爬虫都是这个样子的吗 对的 你无论是做哪一个网站 爬哪一个网站的数据 它基本步骤都是这个 基本步骤都是这四步 然后的话 大步骤的话都是这两步 一个是分析 一个是代码实现 先分析 然后下去写代码 都是这样子的 然后第三步 我们获取到它服务器返回的一个响应数据之后的话 就是解析数据 解析数据的一个意思 就是提取我们想要的数据内容 我们想要什么数据 那我就给它提取出来 我是不是想要它里面这一个播放地址 它这里也告诉我了 是不是要它这个播放地址 那我们就要获取下来 获取我们想要的一个视频播放地址 这是第三步 第四步的话 就是什么呢 我们就是保存数据的 保存数据的 其实我们这里还有一步 其实我们中间还有三步 因为我们要发送多次请求 我们还需要发送一支请求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只是获取到这一个播放地址 我要最终我要获取的是这些TS文件 所以说我们还需要对这一个播放地址 发送一个请求 对于这个播放地址 发送请求 第五步的话 也是一样的 获取数据 这是获取它的一个 服务器返回的一个数据内容 这个返回的内容的话 像前面这一个 相当于网易员的 相当于网易员的 那后面这一个呢 这个获取的数据 就是我们那些TS的一个文件内容 这个返回的数据 是TS的一个文件内容 也是我们前面所看到的 哪一个 这个 我们这第四步的话 是这个 第五步是这个 得到的是这些数据内容 那这些数据内容的话 那我是不是也要给它解析数据 提取所有的 对吧 TS的一个文件 那第七步的话 才是我们的一个保存数据 才是我们的一个保存数据 我们正常的话 都是这几步 然后我们前面发送请求 获取数据和解析数据 可能说我们要干嘛呢 进行多次请求 多次获取 这也是我们爬上 从的一个基本流程思路 可以给大家截个图 截个图 给你们去复习一下 到时候 扣扣作为一个笔记 观看复习 你也可以去直接找木质老师 要一下这个课件 其实这个课件里面的话 都有给大家写的 都有给大家去写的 好吧 来 前面思路都听明白 跟得上的同学 给老师刷个鲜花 或者扣个一 如果说有不懂的话 等一下我们在讲课过程中 你也可以问 老师具体的哪一步 对吧 不清楚也可以问 木质老师是女的吗 木质老师是女的呀 是小姐姐啊 长得还挺好看的 一个小姐姐 有时候说话 声音叹叹的 就是她了 可以吧 好的 那么接下来的话 就开始写我们的一个代码 首先第一步 发送请求 发送请求的话 那我们就需要干嘛呢 导入一个模块 导入一个数据请求的一个模块 request 数据请求模块 这个模块的话 是需要大家去PIP安装的 目前都会 后面学着学着就不会了 所以说大家要认真听思路呀 要认真听思路呀 我喜欢 好好 好的 你喜欢就好 喜欢就好 这个VIP课程是不是讲过类似的 应该有讲过类似的吧 我也忘了 我也忘了 那么接下来 URL地址 给它确定一下 URL地址 URL地址的话就这一个嘛 我直接给它复制过来 有点长 我直接给它复制过来 复制过来 这是我们要发送请求的一个URL地址 然后呢 我们这个URL地址确定了 我们要不要给它加上一个hiders 同学们 要不要加hiders 我们知道这个URL是我们要发送请求的一个网址 这个是我们的一个确定请求的网址 请求的网址 是不是 那下面这个hiders的话 它就是一个请求头 用来伪装Python代码的 要吧 要吧 知识一点 咱们把八字去掉 好吧 咱们把八字去掉 就是要 是要 因为它进行一个伪装 伪装 每天都有官课嘛 除了放假 除了放假 基本上都有 除了放假都有 那这个hiders里面加什么东西呢 就要去哪里看呢 去这个里面 点击这个hiders 这个hiders下面的话 它有一个requesthiders 这request下面 就是我们的一个所有 我们的一些参数都在这里面 这里面的话 都是属于我们请求头的一些字段 那我们常规的话 要加哪些 加ua吧 user agent 直接给它复制过来 我们直接复制单贴 复制过来 加上一个ua 我们就问了 老师这个ua是什么 对不对 这个user agent 它是个啥 它就是我们说的一个用户代理 我们可以翻译一下 翻译一下这个东西 有些东西说看不懂 那我们就翻译一下 翻译之后的话 你会发现 它是一个用户代理的一个意思 它其实本质上的话 就是我们浏览器的 基本身份标识 身份标识 它会告诉服务器 我们是哪一个浓览器 谷歌浓览器 哪一个版本 哪一个系统下面 所发送过去的一个寻求 这个翻译是什么插件 这个翻译就是翻译插件 这个翻译就是翻译插件 这是固定要加的吗 对 基本上都是要加这一个的 但是不是只是说加这一个 不是只是说加这一个 有些的话 我们可能还要加多个 能多几个吗 你也可以多几个 但是能少加 并不是说全部都要加 但是有时候 有些网站的话 你加一个ua 它不够的 我等一下会给它讲 等一下会给它讲 这个翻译插件的话 是可以找木贞老师 去要一下的 我想知道 TS名字是毫无规律的 怎么办 没关系 没有规律也没有关系 不需要有规律 没有规律也没有关系 因为我们获取数据的话 也是从第一个开始的 它没有规律 无所谓 因为我们去获取数据的话 它是从第一个开始获取 然后再获取第二个 第三个 你总不可能第一个 它没有规律 第一个TS文件 它不是第一个片段 对不对 TS里面乱码 是不是编码问题 不是因为 这个不是编码问题 这个是因为 它是一个二进制数据 它是一个二进制的 一个数据内容 所以说是呈现了 这么个样子 好吧 因为它是一个 二进制数据 因为它是视频嘛 所以说会是那个样子 OK吗 那么接下来的话 有些不加也能爬 是不是就不需要加了 对 不加也能爬 但是建议 建议最好都加 无论说爬哪个网站 都加 都加 我们不要学 四月老师裸奔 像我说的 其实加Headers的话 就是干嘛呢 穿个衣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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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加Headers的话 就相当于在外面裸奔 不加就是裸奔 对不对 不文明啊 没数字 对吧 所以说我们 还是加一下 像四月老师的话 一般都是不加的 都是喜欢裸奔的那一种 但是像自由老师 是一个有文 是一个有数字的青年 好吧 那么接下来的话 就用request 去发送一个请求 request.get url等于我们的一个url 把我们相应的这些参数 都给它传进去 Headers等于Headers 最后的话 我们用一个recept 变量给它接受一下 这一行代码的一个意思 老规矩也给它翻一遍 就是通过我们request 这个模块里面的 get请求方法 对于什么呢 对于我们的一个 url地址发送请求 并且 携带上 Headers 请求头 最后用我们的一个 response变量 接收返回数据 这个是我们携带 不是这个携带 这是我们59行的一个代码的一个意思 那我们就可以print 打印一下这个response 所以老师你礼貌吗 罗奔 是的 我都是这样子的 来我们直接运行一下 运行之后的话 它给我返回了一个数据是什么 response 200 对不对 返回的是一个response 200 有同学能告诉我吗 这个response 200是什么意思 首先这个response 它是一个对象的一个意思 一个对象 那response呢 是响应的意思 响应回复 响应回复 所以说这个是我们所说的一个响应对象 它返回的话就是一个响应对象 然后200的话 是我们的一个状态码 表示请求成功 请求成功 对 请求成功 响应成功 都是可以的 拍下怎么中文化 可以找木贼老师 要一下汉话插件 找一下木贼老师 要一下汉话插件 然后呢 这里的话 是不是就表示请求成功了 那请求成功的话 也有一些疑问吧 为什么跟我想象中的有点不一样 是不是 按照正常的话 我们不是应该得到这样的一个数据 就那种吗 是不是 那我们的话 是没有得到的 那怎么办呢 这里的话就要加上一个.tax 加上一个.tax 直接运行 你哈哈 直接运行 哎呀 出问题了呀 出问题了 同学 有没有看到 有没有看到 它是不是出了一点点问题啊 和我们想象中的会不会有点不太一样啊 是不是有点不一样呀 对不对 我们按正常的话 我得到的一个数据应该是这个样子的 为什么我这里返回的数据 有点点不一样呢 是不是 像二进制 你可以想象 就是我们想要的数据 它本应该是这样子的 但是呢 我们没有得到 原因是什么 像二进制 像二进制 是像 但是没有得到 我们虽然说发送请求成功了 虽然 请求成功了 但是啊 但是没有得到自己想要的一个数据应用 是不是 这里的话 你可以理解为是什么呢 我们之前 是加Headers的话 是为了什么呢 对不对 是为了伪装我们的一个Pathom 不被 识别 识别 出来是Pathom程序 然后我们现在的话 加了Headers 但是它没有得到相应的数据 那说明什么 说明其实你还是被人家看穿了 还是被人家看穿了 对不对 因为的话 我们有时候加个UA 就相当于你只穿了一个裤头 有时候啊 有时候 只是 加一个UA的话 相当于你只穿了一个裤头 只穿了一个裤头 只有一个裤头吧 还不够 还不够 我们还需要给它加一些参数 加什么呢 加一个reform reform 防盗链 加上这个reform防盗链 它防盗链的意思是什么呢 就是告诉我们发送请求 是从哪里跳转过来的 加上这个 给它解释一下 这个reform是什么东西 reform的话 就是我们常说的一个防盗链 就是告诉服务器 服务器 我们发送的请求URL地址 是从哪里跳转过来的 就是告诉我们从哪里来的 告诉它我从哪里来的 这样子的话 我们才能得到相应的一个数据内容 来运行一下 机器 它还是没有得到 完了 完了 还是没有给我 完了 怎么办呢 它还是没有 是不是 按正常的话 它应该有了呀 它为什么这里还是没有呢 URL是怎么找到 是在这个地方 进行一个分析的 是我们前面去分析得到的 一个数据内容 好不好 这个URL地址 我可以发给你们 发给你们吧 免得你们一直不知道 这个URL地址是怎么来的 翻车 但又不完全翻车 完了 翻车了 大家最喜欢的一个环节 我为什么发不出去 这个URL地址 这个URL地址 没发出去 我想给大家发的话 也没发出去 你们可以去找木质老师 要一下这个URL地址 好吧 可能说是太多了 可能是比较多 然后我没有发出去 可以吧 对 我们没有得到相应的一个数据内容 原因是什么 想一下 这次是安排的明明白白 是的 安排的明明白白 给你们思考一下吧 其实的话 这个东西的话 这个找URL就叫抓包吗 对 找这个URL地址的话 就是我们所说的一个抓包 就是我们所说的一个抓包 我是发的这个URL地址 我发错了 我应该是发的这个URL地址 编码 编码 它完全是不一样的 不是编码问题 它完全是不一样的 对不对 给它加一些请求头吧 这些都是属于我们请求头的一些参数 加的不对 把它这些HEADS 这些我们都给它加一下 像这种情况 就是我们想要的数据 它没有得到我们想要的 那就是像我们前面同学所说的 我们的一些HEADS 请求头 它的一些参数是给的不够 说明它是被反扒了 是被识别出来 我们是一个扒充程序 所以说它没有得到我们想要的 相关的一些数据内容 小曲奇 这个小角色是小曲奇吗 不是吧 它不是吧 是吗 不是吧 把相应的一个参数给它补权吧 给它补权 都要给它加上引号的 千万记得要加引号加逗号 你不加引号加逗号的话 它就会进行一个 会有一些包错的红线 好不好 加cookie 加吧 把cookie都给它加上 还有host 这cookie的话 一般是什么呢 就是我们所说的一个 用户的一个信息 检测是否有登录账号 检测是否有登录账号 对不对 那这host是什么呢 host的话是我们的一个域名 是我们常说的一个域名 再运行看一下 它直接给我包错了 完了 翻车了 完了 翻车了 我是哪个地方给错了吗 完了 翻车了 怎么办呢 我翻车了 咋办呢 6 没事没事 慢慢警察 对吧 对吧 是不是我UID地址给错了 我下午还爬了 来着 我下午还给他爬了 然后晚上居然给我翻车了 不会是给我反爬了吧 不应该吧 不应该是直接给我反爬了吧 嘿嘿嘿 我现在尬住了 我来看一下我自己 贝克的一个代码吧 我给他运行一下 我贝克的一个代码吧 不应该会翻车啊 等一下 没有翻车啊 他为什么会不给我数据呢 这边的话是正在下载视频内容啊 正在下载视频内容 没有问题啊 就想看翻车 但是事实证明 他又没翻车 代码是没有问题的 哦 好奇怪啊 这个网站 难怪能做个面试题啊 是否把它想得太简单了 给他换一个网址 爬下我们的阴影 我今天下午爬的是阴影 我们这边也爬个阴影 不会是因为这个网址问题吧 对吧 先给他把这个东西 给他解决掉 这个就是面试题嘛 对 这个就是面试题 我爬阴影的话 为什么可以 我爬这个阴影杀手 他就不行啊 这个是我们暂停了 是我们键盘中断 它是可以采集数据的 今天的话 我还自己去 把这个视频给下载下来了 还是可以的 看到没有 还是能下载下来的 UA的大小区别嘛 这个不应该 跟大小姐应该是没有关系的 应该跟大小姐是没有关系的 不应该呀 那我直接复制一下这个吧 不会真大小姐的关系吧 真的是大小姐 他又给我得到了 大小姐这个还有区别 没有啊 他为什么现在又好了呢 我刚刚为什么是不行呢 我接受不了 我也接受不了 我刚刚不是直接复制的 我说为什么会被反爬 他没有得到数据 我不信啊 我不信 我再试一下 我再试一遍 这个问题的话 我还是要给他搞定啊 我再试一遍 我刚刚是直接复制过来的 我不信 一般是大小姐是没有影响的 没有影响的 那为什么我刚刚是得不到这个数据呢 这是为啥 好离奇啊 这个网站 好奇怪啊 好吧好吧好吧 这样子是没有问题的 刚刚可能说 网站突然之间发生了一个抽搐 发生了一个抽搐 我人傻了 对啊 我人傻了 哇这边先给他删了 先给他删了 我上课之前还运行了一遍代码 是没有问题的 就为了防止 因为爬层的话很容易被反爬 所以说为了防止反爬的话 一般我们开课前的话 都会运行一遍代码 都会运行一遍 啊 批一下 当我当时我人都傻了 我说哎 这个网站应该是这样子的 没问题啊 他为什么不给我数据 好吧 被网站搞了一手 搞了一手 好吧 这样子的话是可以得到 我们相应的一个数据内容 相应的数据内容 然后我们想要的一个数据的话 就是哪一个 就是这一个URL地址 就这一块 这个超清的 就是我们想要的一个视频 就是我们的一个播放地址 这里也说了 它的一个播放地址 就是这个 像对于我们这样的一个数据内容的话 是吧 就接下来就做解析啊 做解析 前面这一块有没有不太清楚的 你们可以问一下 应该没有了吧 虽然说刚刚小翻车啊 小翻车 对吧 但是影响不大 影响不大 OK吗 这个面试是过工资啊 这个面试工资有点高啊 它这个面试的话 是在国外 差不多是25到30K 对 它是3500刀 当然650刀的一个防补 然后每天 还有每个月加600刀的一个补贴 算下来的话 差不多25000到3000 不不 25000到35000的一个薪资啊 25000到35000的一个薪资 刚才你输 你输入法状态影响 输入法的话应该不是影响 不是输入法的一个影响问题啊 这跟输入法没有关系啊 工资这么高吗 它是在国外 所以说薪资会高一些 它因为是在国外 所以说可能会薪资高一些 当时我们老师的时候 看到他这个面试事体 就觉得你薪资这么高的一个工作 但是面试体的话 相对而言还是比较简单的 比较简单的 相当于国内多少 相当于国内的话 差不多按照他的一个消费水平的话 应该是在18000左右 15000到18000左右 相当于国内的话 15000到18000左右 因为他的一个消费水平会高一些 差不多吧 像我们有位同学说的 可能消费太高了 也就那样 也就那样 来我们接下来的话 就做一个数据解析 先导入我们的一个 证则表达式模块 这个模块的话 是内置模块 不需要去安装的 国内会出这种题吗 国内也会出 有可能会出 有可能会出 但是国内的话 一般会做TS逆项的 像我们之前有学员 去做面试题的话 它是GS逆项 直接上机操作的 而且薪资还没这么高 薪资只有10K 还没这么高 那我们直接用正则 去提取我们想要的内容 I点我们的一个final final的话 在这里面 我们就要取它这个东西 取它这里面的一个数据内容 这里取数据的话 有一个小的知识点 如果说我们要提取的数据 它里面是单一号的话 那我们这外面 就要用一个双引号 我们就外面 就用一个双引号 然后的话 我们直接取这里面的数据吧 取这个里面 用一个点新文代替 然后后面又一个引号 是不是 就相当于把这一段内容 这个网址 直接给它匹配出来 给它提取出来 匹配出来 然后从哪里匹配 从我们这一个 response.tax里面去匹配 那我们用一个 M3U8的一个URL 给它接受一下 让我们取个0 取个0 如果说我不取0的话 它返回的是一个什么呢 它返回的是一个列表 返回的就是我们的一个列表 来我们直接运行 看一下效果吧 返回的就是这一个列表 所以说我们要把列表里面的元素 提取出来的话 要根据它的一个所有位置 取出内容 它就只有一个元素 所以说索引取0 就可以了 缴税吗 要缴税啊 那人家25000的一个薪资 肯定要缴税啊 这个的话 就是我们取到的一个 M3U8的一个URL地址 这是我们前面的一个三个步骤 前面三个步骤 那么第四步 接下来就是第四步 继续发送请求 对于我们这个播放地址 发送一个请求 那还是同样的 request 点上一个get URL等于我们这个M3U8 URL 所以这个heads的话 我们 可以不加也可以加 但是我感觉加这个的话 应该得不到数据啊 得不到我们想要的数据 它有一个防盗链 它有一个防盗链的话 不一定能得到 我想要的这个数据内容 来我直接运行看一下 还是能得到的 这是取到了我们M3U8的一个文件操作 就是文件 TS的一个文件内容 感觉太简单了 是挺简单的 这个是挺简单的 所以说对于它的那一个 新知识25K的话 是比较 比较差异的 比较差异的 是挺简单的 对于正则 这一块有没有不懂的 数据解析 有没有不清楚的 这一块内容 有没有不清楚的 这两行代码 现在思路还跟得上的同学 给老师扣扣一啊 现在思路还跟得上的同学 给老师扣扣一 TS文件合并的内容要来了 对 要来了 但是来之前的话 我要把 我只要什么呢 我只要这个东西啊 我只要这个TS 是不是 那这些7788的话 我都不要 这些数据 我不要的话 我怎么办呢 我是不是可以 给它替换掉呀 我就可以用 RE里面的一个 SUB 给它替换掉 为什么要加data 为什么要加data 我哪里是加了一个data 这个嘛 你说这个嘛 为什么加data 这是变量名啊同学 这是一个变量名 自定义的一个变量名 你A也行 你B也行 C也行 都可以啊 我只是说界名之一啊 说明这个就是我们M3U8 请求这个URL地址 返回的一个数据嘛 然后进行替换 替换的话 我这里可以教大家 一一去替换 先替换这个 把它替换成一个空的 从哪里替换呢 从我们这个M3U8 data里面去替换 那我最后也用这个 去给它接受一下 那它给我返回的一个数据的话 就是什么呢 它就会把前面这一段内容 给它删掉 就把前面这一块内容 就会给它删掉 发现没有 就删了啊 是不是 所以说我们可以 对吧 这几个的话 我们都可以给它批量替换一下 都给它替换一下 这样子教大家怎么去替换 你也可以干嘛呢 一步到位 也可以一步到位 我先教大家怎么一个一个去替换 然后再教大家怎么 一步到位啊 一步到位 然后这个的话 数字我们就用个杠D 去表示 用个数字用个杠D 去表示 然后的话 这边我也给它替换掉 就是 然后这后面这些 我也给它替换 替换一下 这两个数字 就用杠D 加 多个数字 用杠D 加 一个数字的话 我们用个杠D 就好了 那这边呢 这个是我们的杠D 然后再一个斜杠 后面这一串内容 就用杠D 加去表示就好了 那最后的话 应该还有一块内容 最后还有一块内容 还有这个 来 直接运行一下 这里还有一个 那我这个地方 直接加个加号吧 直接加个加号的话 应该是可以 直接都替换掉了 是不是 这就是把我们那些 我不要的东西 我都给它替换掉 这看起来 好像挺麻烦的 是不是 是不是看起来 挺麻烦的 EXE开头 全部替换 也可以 是不是 像我们这个 病风同学说的 这个就是 简单的一个方法 是简单的一个方法 如果说你对于 这个不太清楚的话 你就这样子去写 如果说你们会的话 有一点正则 正则的一个基础 有一些正则的一个基础的话 那可以怎么办呢 就用这一个 紧号键EX 对吧 紧号键EX 后面所有的一个内容 点心 后面所有的内容 我全部给它替换掉 替换成一个空的 那我们得到一个 M318data 这一行代码 等同于这几行代码 效果是一样的 效果是一模一样的 发现没有 效果是一样的 为什么这个点心 能这样子呢 因为点心的话 它是取所有的一个内容 取所有的 我给大家稍微区分一下吧 稍微给你们区分一下 这里用个1吧 让你在这个输出的 这个地方 来看一下效果 对不对 嗯 我没打印啊 我没打印 data1 我运行这么多遍 等一下不会给我反爬了吧 来 我们原本的话 我这里按住Country加 我们可以演示一下 我们原本的话 去匹配的话 是一个一个去匹配的 是不是 只匹配到这一个 那我们现在去匹配的话 是用了什么 是用了这个 它可以把所有的东西 都给它匹配出来 发现没有 我们不要的东西 它都能匹配得到 然后把这些相关的 一个匹配到的数据 都给它替换成一个空的 替换成一个空的 就可以了 新家行不行 同学 行不行 可不可以 你试一下 能不能行 是不是可以 对不对 行不行 可不可以 能不能 对不对 我们试一下就好了呀 我们试了之后 你放上去 哎 家也行啊 也行 也行 好吧 点心是匹配到最后 冒号是匹配到第一个 问号 这个你不能这么去理解 你要这么理解的话 每个人有自己理解方式 点心的话 它是匹配多个数字 点的话 是匹配 任意制服 任意制服 除了什么呢 除了我们那个换行服以外 除了换行服 杠人以外 都是可以匹配的 新号是匹配 前一个制服 前一个制服 零个 或者 无限个 然后一直匹配到哪里 一直匹配到最后 匹配到目尾 匹配到目尾 匹配到结束 警号开头 不是更简单 你要警号开头的话也行 对吧 你要警号开头也行 是吧 也行 是不是也行 对 你要这样子也行 也行 因为方式方法比较多种 比较多种 这样子方便 让大家去理解 都可以 T1层杠-B 试试 对吧 同学你可以自己到时候去试一下 都是都可以去试一下的 好不好 那么得到了这些数据之后的话 我们可以用一个 Split 给它分割一下 用一个点 Split 分割一下 分割之后的话 我们得到的就是什么呢 得到的就是一个列表 得到的就是列表 然后把这列表里面的元素 一个一个提取出来 for我们的一个link 因我们的一个M3U8data 给它便利出来 那我们print 打印一下这个link 它就是一个一个取出来了 就是一个一个取出来了 搞不搞 但是啊 但是我们这个是有问题的 但是我们今天这个是有问题的 我们这个URL地址 它不是一个完整的 我们很多同学 你不要看到我取出来这个TS文件 但是呢 它事实上它不完整 我们完整的一个URL地址 它是这个样子的 它长这样 来给它对比一下就知道了 给你们对比一下 我们只有什么呢 我只有后面这一段内容 只有后面这一段 那前面这一段是不是没有 那我是不是要给它拼接一下 是不是要给它进行一个拼接 那我们就用一个TS的一个URL TS URL地址 对吧 给它拼接一下 加上我们这个TS 这个的话 才是我们完整的一个 TS文件的一个URL地址 我这个是link 我给错名字了 不好意思 对不起 对吧 今天犯了低级错误比较多 这个是link 是我们这一个 不是TS 不是TS 好吧 低级错误 这是我们所有 得到的所有的TS文件的一个URL地址 就得到了 讲得好 老师下次多讲课 我基本上每天都有课 每天都会给大家讲课的 每天都会给大家讲课的 好不好 很喜欢 谢谢 谢谢同学 I like You like I like 大家都 你开心 我开心 大家都开心 然后这个的话 就是得到了我们数据 然后我们接下来干嘛呢 是不是要进行一个保存 接下来是不是要保存数据 我们解析已经得到了所有的一个TS的一个文件URL 这是已经得到了所有的 那接下来就是第七步 保存数据 保存数据 保存数据的话 我们也要发送请求 我们保存数据也要发送请求和获取数据 知道吗 像我们保存二进制数据的话 二进制数据 知道哪些是二进制数据吗 我们保存二进制数据也要发送请求和获取数据 像我们一个图片啊 音频 视频 或者说是特定格式的一个文件 它都是要去进行一个发送请求 以及进行发送请求 以及获取数据的 套娃 真就是套娃 其实我们Python爬虫的话 有时候是真的是一直在套娃 那么还是一样发送一个请求 request 点上我们的get URL的话就等于我们这个tsURL Headers的话我还是用前面这个吧 Headers11 好吧 你不加也行 你这里的话你想裸奔一下 有些同学说老师我想裸奔一下 那你裸奔一下也可以 你在这个地方裸奔一下也是没有问题的 然后我们用一个tscontent给他接受一下 这个的话就是我们获取的是什么呢 response.content 这就是获取二进制数据 我们前面response.tax 是获取的一个什么文本数据 这个是获取文本数据 我们这个是获取二进制数据 所以说是不一样的 裸奔方法 裸奔只能算影响市容市贸 应该只能算影响市容市贸 然后的话是一个违纪行为 不算违法行为 来我们一收盘保存一下 我们这一个视频的话 是保存的哪一个 我账号 我那个什么 名字我们要给他取啊 所以说我们可以自己定义一下 这个名字是什么 对吧 引以杀手 我们爬多个的话会再给他 引以杀手 然后的话第一集 是不是啊第一集 点上我们的一个MP4 重点来了model 保存方式重点 保存方式是重点啊 SF 能不能告诉我 这里面的话 保存方式我们用什么呢 对吧 用什么 WB 不能用WB 要用AB 要用AB 不能用WB啊 对追加写入 是的 追加写入 要用AB 不能用WB WB的话会覆盖 AB的话才会追加写入保存 这样子才是一个正确的 一个保存方式 那我们直接来保存看一下 保存看一下我们这个视频内容 来直接运行 它正在下载 速度的话相对而言还行 但是只是说我们这个视频比较大 它一共是有多少个 看一下 我来瞄眼 它一共有一百 我前面好像是一百八十 一吧 到一百八十一 一共是一百八十二个视频片段 一百八十一 一共一百八十二个片段 那我们现在是保存到五十八五十九 给它先下一回好不好 给它先下载一回 那我们先给它解答一下 前面这一段的话 有没有地方是没听明白的 我这里先这么多给它删掉吧 有点挡视线啊 挡视线 这些爬一个视频 大家都听懂的 给老师扣个一 或者刷个鲜花 要不要 要不要 对 要不要 一共是一百八十八 一百八十二个片段 这个的话是爬一个啊 因为我们等一下是要爬多个的 要把这些视频全部给它爬下来 它一共是有七个吧 有七级好像 它一共是有七级内容 所以说我们等一下要把这七级内容 全部爬下来 老师ABTS文件会自动保存MP是吗 对 对的 可能懂了 我不知道你们可能 九十七了 你要知道A是什么意思 B是什么意思 A的话 它是追加保存 追加保存 然后B的话是什么呢 是我们的二进制模式 我们这个是片段嘛 所以说我们片段一个片段一个片段 往它后面追加保存就好了 所以说是用AB 原来TS合成是这样子学会了 这是最简单的一种方式啊 这是最简单的一个 非常简单 so easy啊 有没有同学觉得 这25K的一个薪资也太好拿了吧 25K到30K的一个薪资是不是有点好答 学费了学费了 我们稍微等一下 我们看一下效果啊 现在一百二十 一百二十四了 一百二十四了 像这个的话也有 也有二十多分钟啊 二十多分钟的一个视频 二十多分钟视频的话 应该有一个几百兆 也有一个几百兆的一个大小 所以说稍微等一等 我可以去面试了吗 那你肯定不行啊 因为你面试的话 它要求的肯定不是 吃这么一点点知识点啊 而且你干嘛呢 不是爬一个视频啊 是爬多个 爬多个 爬这个网站的所有视频 爬这个网站所有的视频 后面讲多县城吗 公安客不会给他讲多县城 国内做这个的少 对 国内做这个的少 侵权就完蛋 是的呀 侵权就完蛋 这个网站还卡住了 你发现没有 它这网站还卡住了 不能播放了 来我们稍微等一等啊 稍微等一等 等它播放完的话 我们就看一下效果 然后我们这一块内容 有没有不清楚的 都可以问一下 现在是给大家解答的一个时间 爬多个视频怎么爬 等一下会给大家教啊 后续会给大家讲 爬多个视频 这个M3U8没有加密 同学发现了 这个M3U8没有加密 是的 同学这个逆称好眼熟啊 好像是我们的一个VIP学员 这同学名字好眼熟啊 好像是我们的VIP学员 好像我记得有印象 我有印象 有些M3U8是加密的 像我们这个网站是比较简单 没有加密的 然后这个是已经爬完了 来给大家看一下我们的一个效果 能播放吧 它居然这个还是超清的 我有点不理解这个画质啊 有点黑 但是我觉得这个画质很垃圾 但是我觉得这个画质很垃圾 但是他又告诉我这个是超清的 是不是 都是能播放的 看到没 这个的话就是我们第一集的一个内容 第一集的一个内容 爬这些不犯法吧 我又没干啥 我又没拿去赚钱 我只是 我只是换了一种下载的一个方式而已 我只是换了一个下载的一个方式 他说这里是超清的 我不理解 你可以看一下 跟我们的一个视频内容是一样的 是一样的 发现没有 好吧 爬虫学的好 劳贩肯定管保 爬虫技术本无罪啊 技术本无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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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的话就是爬取我们 干嘛呢 爬取我们一集的一个视频内容 如果说我想要爬取多个的话 要爬取多个的话 应该怎么去爬呢 其实我们只需要改什么呢 改这一个URL地址去呢 改这一个URL 它每一个都是会不一样的 只要改这一个URL地址 我们就可以干嘛 进行给它多个爬取 那这一个URL 它是从哪里可以获取的呢 它是可以在这个网页原代码里面去找的 在这个网页原代码里面 就有它第几集 第几集的一个URL地址 这是第一集的 看到没有 这是第一集 然后呢 这是第二集 是不是 然后后面的话还有第三集 第四集 第五集 这是第三集的 在它的一个网页原代码里面 就有它本视频 本个季度吧 就这一系列的一个视频 它一共七集 在这个网页原代码里面都是有的 一共到它的一个什么 第几集啊 第七集吧 看一下啊 哎 第七集 的一个URL地址 都是有的 都是有的 第七集